詞曲 李宗盛 這邪其歐盟華跟生命對話的課 跟以往不一樣 我們有幾個 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在Smart City 就是智慧城市 如何用電子化或者是數位化 然後如何把這個城市變得更智慧以下 所以第一個我們會從事一個所謂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這個是一個 現在歐洲非常重要的點 那我們有個愛沙尼亞的一個經驗 我們講什麼波羅的海的三個小國家 立陶宛 波多野吉 不是啦 波多野吉不是啦 那個愛沙尼亞 然後立陶宛 拉脫維亞 然後他們是波羅的海的三小國家 那他們有所謂的智慧城市 那他們有所謂完全建入到全部用智慧化的 那這部分我們要有找幾位專家來講 這也是我們這個學期的最主要的一個重點 另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配合我這些期的主要的重點 我們就要談Sports Law 就是運動法 運動法跟一般的法力不一樣 昨天這個自由時報有做一個民調 是說人民對於台灣的司法不相信 不信任的比例達到87%對不對 其實那太保守了 應該達到99% 因為只有1%應該可以相信 那這個就是跟我們台灣實行法制呢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台灣實行法制問題出在 法力呢 他不是一個運動法的精神 不是運動家的精神 不是自由競爭 不是公開透明 然後沒有偏思 我們現在的法力就是一定要找到管道 才能夠救濟 找不到管道呢 就會淪為有問題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 在運動比賽的時候呢 就是選手在比賽 他最主要的一個規則是怎麼樣呢 就是選手不能當裁判嘛對不對 不能夠求援兼裁判 那我們這裡頭很多東西是求援兼裁判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找一個象徵 一個logo是一個法力的logo 法力的logo呢 最主要他中心點呢 是那一坑直直的那個東西對不對 不是旁邊兩個秤 這是中間那個 那個就是所謂我們的良心 我們的正直 無思 那個是重點 那旁邊兩邊才是兩邊的講的理由 才會有誠息正義跟實質正義 所以如果你要練一個真正練法力 懂法力的人 他不是告訴你先誠息正義再實質正義 那個叫做騙人 真的要懂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要無思 要良心 就中間那個心 核心的部分 那個秤 然後旁邊才有所謂的 誠息正義跟實質正義 可是我們的台灣的練法力呢 他避開第一個點不講 他避開良心不講 然後只講誠息正義跟實質正義 那這個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知道運動比賽呢 最主要一個點就是 求援不能當裁判 你不能夠你自己設定一大堆規則 可是你又當裁判 那台灣的弊案呢 最主要就是求援兼裁判 那我們知道在這個 所謂的五大弊案 台北市的 所謂BOT 跟所謂的捷印 或者什麼連開弊案 我們到處的什麼高鐵 還旁邊三鐵共構 等等 那都產生很多弊案 那最主要的弊案就是 自己內部人在兼裁判 所以整個問題 我們這個當然是一個 很基本的一個法力課程 但是我們這法力課程 跟其他法力課程是不一樣的 其他法力課程是為乾貴者 統治者有錢財團服務的 我們是為沒有錢的人服務的 他們是為inside服務的 我們是為outside服務 就是沒有權力的人服務 這是我們這個課程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這裡是長久以來 其實能夠開這個課其實也不容易 因為我們長久以來 跟基本的練法力的主流觀點 是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面臨很大的打壓 那但是因為有學生的支持 所以我們在課程 勉強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被屠殺 再過幾天就是228的一個問題 那228問題 最近有一個日本人 他其實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 然後他要申請補助 然後原本我在228的時候 我們就暫停讓他補 結果他說他不是中國人 不是中國人 是台灣人 那就不能夠補 那這樣 中國人跟台灣人都可以補 就是日本人不能補 那這很奇怪吧 那他講的是平等互惠原則 平等互惠原則 就是法律有規定就好 可是平等互惠原則 你要等對方補 自己不補 那每個人都等對方 那永遠不會開始 所以即使平等互惠原則 你也可以先補 對不對 因為本來就是平等互惠 就是有一個人要先開始 結果他們講平等互惠其實是一個很荒謬的 那外文法律用語叫reprocitate reproci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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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就是一個很荒謬的用語 那我們當然 我們是練法律 而且很懂 而且在人權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是不對的 但是他們還是不願意 所以不願意 所以很多觀念走得比較慢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 為什麼要用運動法精神呢 那運動法就是要改變我們的一個法律的觀念 法律呢 不是統治者用來統治人民的 他的一個道計 或者一個工計 或者是他的白手套 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法律人呢 他跟我講一個觀念 他講說 陳老師 你懂不懂我們為什麼要有法律 他講 如果我要殺一個人 如果說我直接拿刀子把他殺了 他就知道是我殺的 他就會忌恨你我 但是呢 我就設立一個法庭 對不對 然後找一堆人來裁判 然後 最後結論還是按照我 還是要把他殺 所以最後說 不是我要殺你 是 是法宴殺你的 所以你要恨恨法宴啊 你不要恨我 我還是想幫你忙啊 所以那個叫白手套 倒計 那個 就像 這個要吃人肉一樣 我不是直接吃你對不對 然後我用刀叉把你剖 切開來 然後所以說 不是我吃你 是刀叉吃你 然後你已經被刀叉弄死了 我要不要吃掉 這已經跟我沒關係了 所以 這是很多法律人的觀念 但是 其實你真的懂了問題的話 還是背後的人在吃你 所以這些我們在 透過Sport Road的觀念 我們就可以來轉變 那Sport Road我們會在今年 我們大概四月底跟五月初呢 我們會從美國找一個叫做 Professor Kenneth Jackson 他來跟我們一起共同來 share 他的美國的Sport Road的觀念 那這觀念我們待會兒 我再跟大家稍微細數一下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剛好碰到我們2017年呢 台北市有一個世界大學運動會 那我們想能夠使透過這個課程 也使得很多新的觀念能夠引進來 那台灣就會一個 新的競爭的時代的開始 如何建構一個智慧城市 然後當然智慧城市 就是技術上是可以解決的 但是最主要還是會牽涉到 所謂的文化跟思維的城市 你如何保護你自己 智慧城市如何不讓所謂的 駭客入侵 或怎麼樣跟你破壞 搞破壞 然後基本觀念呢 仍然能夠尊重別人 然後能夠大家建立在一個 正面的一個方向 那這是一個智慧城市最要小心的 就像我們在講所謂i-voting 就是所謂的用通信投票 但是最主要問題就是 怕很多人會作假 或者是去灌票 或者是怎麼樣 那這一部分就是 還要建立在所謂的 遊戲規則的誠實 或者是一個尊重 或者是慢慢會提升 就是有一個不同格級的一個想法 那這個當然就是牽涉到 我們常年開的課程 就是歐盟化生命跟文化的一個課程 或者生命跟對話 那最主要一個是生命跟文化 就是我們生命是很短的 Life is short 但是生命是漂亮的 為什麼 因為雖然很短 但是我們可以建立很多很好的東西 那但是有人生命很長呢 但是很無聊對不對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那這裡頭就是我們有一些不一樣的觀念 希望借從這個平台跟大家來討論 那當然歐洲人有一大堆觀念是不一樣的 那歐洲也原本也是很奇怪的一個地方 那也有很多殘暴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會發展到後面呢 Humanity就是非常的既有人性 然後會既有文化 然後既有尊重別人 那跟其他的國家不一樣 然後為什麼歐洲會談Solidality 就是所謂社會連帶的問題 然後其他的地方很難談得到 非洲、北美、南美好像都沒有談到 然後其他 這個都是一個文化的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對岸一直想要用飛彈對準我們 為什麼他們還講一句話就是 不忘學習台灣 要恐嚇你 這問為什麼 那為什麼他們不會用另外一個模式 那這完全牽涉到思考的問題 那這思考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這裡就是 當我們已經走到一個高度的一個人類的文化的一個地步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可能再走回去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 瑞士雖然是一個中立國 但是瑞士他有很強的國防武力 那這些問題就是 我們會透過這些歐洲人的想法 然後慢慢來跟大家轉變 那因為台灣其實是一個世界上很關鍵的一個國家 因為他台灣地理位置跟所謂的時間等等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一個地方 那台灣人其實是世界上很聰明的一個地方 那台灣雖然很小 但是世界所謂的花名 Pattern 他是基世界必思維 不得了的一個地方 那台灣人很聰明 那台灣人民都很聰明 只有公務員有一些是很不聰明的 大部分公務人還是很聰明 但是有一些不聰明 可是有一些不聰明 我們竟然選他當領導人 那就是很 那也表示顯得人還是頭腦有問題 雖然大家都很聰明 但是你不能找一個跟一樣聰明的人 就算了 但是找一個比較奇怪的人 那就麻煩 但是這都是慢慢可以改變的 因為 好 那我們第一個部分就是 這個課程主要的目的 就會跟所謂的歐洲的文化觀點 還有想法會結合 然後另外主要點就是 我們講說即使是智慧城市 但是牽切所謂文化背景 是發展不出來的 然後另外我們會討論到 運動法的觀念 然後運動法呢 其實在台灣是不太一樣的 台灣的運動法是所謂 內政部不是教育部體議師底下在管的 然後他把他管得很嚴格 所以運動法不活潑 那其實運動法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活潑的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 兩邊要參加競爭 競爭者呢 能夠獲得他的競爭能夠發展 那這個就是牽涉到一個競爭法的觀念 那我們講法律呢 法律其實也就是一個競爭的概念 那法律其實主要的部分呢 人跟人在競爭呢 競爭兩大地方 第一個就是鈔票 我擁有很多鈔票對不對 鈔票的競爭 第二個呢 是所謂的地盤的競爭 我的位置呢 搶著霸著就不讓你進來 然後或者這個地盤呢 是大家可以分享的 這是不一樣的觀念 所以大家只要這樣 那我們從這個地盤跟鈔票的競爭裡頭呢 我們就可以討論 討論如何呢 在透過運動法 使我們整個法律重新改變 不是在靠那些法律人 法官、檢察官、律師呢 就可以代表 那當然他們 現在台灣的法院呢 很奇怪 台灣法院呢 就不是一個 獨立的一個機關 好像呢 他是股份有限公司 他有三分 有一大部分是官股 就是總統呢 他們控制的官股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民股 就是律師樓控制的民股 然後司法人員呢 叫做司法 叫嚴公 所以大家一想 台灣司法呢 怎麼會變成股份有限公司呢 這個是很嚴重的 這個在我們在 今年的1月11號呢 司法節 我們就發起一個網路直播 叫做拯救司法 所以你上去看一看 裡頭有很多圖片 所以裡頭我們就點到他們的要點 那其實如果他們在看我們的影片呢 對於司法呢 應該相信的比例會達到99%的 不是很相信 只有1%會相信 那這個當然就是主要點 還是我們要討論 要如何透過運動法改變台灣的司法 還有改變台灣的一個競爭環境 改變台灣的老闆呢 不肯給錢給員工 老闆呢 剝削員工 做成血汗工廠 然後我們這裡有很多理工科的 辛辛苦苦做半天 然後在裡頭拿不到很好的薪水 然後醫生做半天呢 也拿不到好的薪水 所以這裡頭還有滿多醫學院的來 他們最多是跑去學EMBA EMBA就像柯P一樣 還有像我們的校長 他們都學EMBA 那學EMBA 可是 學EMBA還是會被納入所謂的Manager Manager是一個Man 然後AGE 自己有年齡的老頭兒 都叫Manager 對不起 這有管理協議的 算我沒講 對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運動法的一個基本精神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Sophie Lin在他的Line發表意見 這是一個很棒的觀點 那也是對於台灣公平的一個認知呢 有帶改進的地方 然後他講台灣的公平 它是一個左邊的一個圖 然後世界人家是採用右邊的圖 那這個是一個是Equality跟Equity 這有種不一樣 來看這個圖 這個就是一個圖呢 就是大家在看球賽 然後一邊呢 大家都用同樣的一個板帶登上去對不對 這有三個 然後每個都一樣 然後這個最小的那個小朋友 只能從Fong裡頭去看 這叫Equality 立足點平等 那右邊的是Equity 就不是立足點平等 立足點不平等 立足點不平等 但是那三個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這個個子高呢 他不是不需要那個一個凳子 然後中間要一個 最小的需要兩個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我們歐洲人的一些觀念 跟美國人的觀念 跟台灣以前的執政黨的觀念不一樣 那我們不講立足點平等 是法律的基本點 那叫做Boschet 對不起 我有講錯話了 那個刪除 所以這一點就是我們歐盟法的課程 跟別人課程最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我們這樣的話呢 所有人民都會快樂 都會痛恕對不對 痛恕不是痛恕 然後但是如果不主張這樣的話 我們努力半天了 生命很短暫 但是也不快樂 就像有一個 陸海空三個東西的一個總裁 對不對 他死了以後呢 立足呢 要他的二皇的小兒子當總裁 然後現在又開始在吵了對不對 這永遠吵不完 然後我的教授呢 Winford Hasma 他就在強調 所謂公平呢 並不是他的起表點 立足點的平等 而應該在於參與者的條件 讓參與者公平加入競爭跟分享的權利 所以呢 如果我 運動比賽的時候呢 如果一個胖子呢 跟一個小個子在打戰 打架 這樣是不行 所以我們會分級 對不對 分級賽 這個就是所謂的考慮他的條件 然後我們在很多東西 並不是中心點就是平等 你應該要斟酌實際情形做調整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雖然 Hasma 教授號稱是新左派 那跟所謂左派的觀念是不一樣 左派是無產階級要專政對不對 要把有產階級幹掉 那新左派不是這樣 新左派是說無產階級跟有產階級 共同來share這個社會的職業 所以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些點呢 這是我們的課程上最主要的點 那我們當然 如果大家後來去看一下 錢民既次大便聯盟 裡頭有我們的觀念 我們食品上有大便 工錢裡有大便 立法有大便 行政有大便 司法有大便 處處都有大便 媒體有大便 大便我們講 所謂的people don't like shit 我們不愛 shit 積極地吃大便 然後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 那這是我們課程 我們引進很多新的觀念 大家上網就知道 我們很多新的觀念 那我們就 再來就我們請 Professor Dr.蓮博士 Lucas蓮來講 然後另外有一位 是所謂的Professor Gasker 他有很多很新的想法 然後他是 他是在台灣當教授在德國 那個叫什麼 德國也是一個所長教授 好 那我們先歡迎這個 Dr.蓮呢 先來介紹一下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德文的Good morning就是早安 那我們今天在2016年這個歐盟法的課程呢 到現在已經超過六年了 那在這個六年的這個時間呢 我們幾乎每一個學期其實都是有超過200到250 那去年有300個人 那今年應該也有250個人 那我們在設計這個課程的時候呢 事實上 歐盟法事實上是一個非常新的課程 因為歐盟成立到現在 雖然他有28個國家 但是可是這個歐盟在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就是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這個文化能夠融合在一起 那我們一般會理解說像美國或是像德國叫聯邦國家 那事實上歐盟就是把很多不同的國家呢把它結合在一起 而且成為一個政治實體 那我們在談歐盟法的時候呢 我自己也是在德國念書的 我是漢堡大學 那我讀的是神學 那我在漢堡大學 在歐盟 之後我看整個歐盟的發展是非常非常的 所以就是我們所謂的新的典範 歐盟是一個新的典範 那在亞洲呢我們會發現到說 亞洲很多國家也是文化相同 像台灣 香港 澳門或是像新加坡文化都相同 可是事實上整個政治文化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台灣作為一個全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那事實上你看到台灣現在甚至已經政黨兩 超過兩次的輪替 那所以台灣在整個亞洲它有非常獨特的地位 就是說它是一個民主共和國 那民主共和國我們在台灣 現在跟歐盟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就是說歐盟在2011年11月讓台灣免簽證可以去歐盟 那這是對什麼 他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呢 聽說開了20%次的會議 那開20%次的會議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肯定台灣對民主 對人權 對法制的成就 所以在歐盟成立的時候呢 他就提出了就是說 因為你要成立一個類似聯合國這樣一個組織的話 那你需要什麼東西 各位要想想 你要讓很多不同的人結合在一起 你需要什麼東西 答案就是Universal Value 普世價值 就是說有什麼價值可以讓我們結合在一起 有一次我請德國大使來台灣的時候呢 來我們這個課堂演講 那他說我們德國會非常歡迎台灣人 那德國跟大陸有邦交跟台灣沒有邦交 可是德國跟台灣是什麼 the partner of common value 就是相同價值的相同價值的夥伴 沒有邦交可是相同價值的夥伴 因為為什麼民主 人權 法制 那歐盟呢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基本價值建立起來 歐盟在建立起來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哥本哈根的一個歐盟會議 當初只有十幾個國家 可是在建立的時候呢 他就去考慮到說歐盟是怎麼樣一個政治實體 好 那所以他們就提出了要 他叫英文叫Copenhagen Criteria 那我們知道什麼叫Criteria Criteria就是something like standard 就是說這是一個標準 這是一個選擇 誰要參加歐盟請你檢驗自己 所以那時候呢有只要more than five criteria the first one is human rights 第一個就是人權 人權就是最高的criteria 其實人權後面就是human dignity 人的尊嚴 你要參加歐盟第一個請你這個國家需要有尊重人權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democracy as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你的政治的系統是要民主的 那因為這個民主很重要 因為democracy can safeguard the equality 因為只有民主才能夠保證人人是平等 才能夠保證人人在法律上的平等 那the third criteria is rule of law sta gesetzlichkeit rule of law 就是一個國家是以法律來治國 不是rule of man 不是人來治國 那or rule of party 像中國的那個是rule of party and rule of man 人治和黨治 but democracy means rule of law 法律來治國 the first criteria is non-discrimination 不得歧視 那為什麼不得歧視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比較強的比較弱的 像土耳其他想要加入歐盟 可是對不起人家不讓他加入 現在已經等了超過十年了 那為什麼不能讓土耳其加入 因為土耳其歧視庫德族 甚至曾經殺過很多庫德族的人 所以歐盟認為你們歧視弱小民族 或是歧視不同的宗教 或是歧視像法國歧視吉普賽人 也被歐盟判為違憲 所以不得歧視其實是在一個國家裡面 它是非常崇高的一種非常崇高的一個普世價值 那第五個是它的economic stability 它的經濟的穩定性 因為一個國家要好 它一定要把國家的經濟 這個your country has the ability to keep the economic stability 你必須有能力去維持這個經濟的穩定 那為什麼像台灣這個國家 為什麼貪污那麼多年 我們的經濟那麼多貪污為什麼 嚴格上來講 歐盟會把台灣判定為失敗國家 為什麼 因為你們很有錢 可是你們的錢很多都是浪費掉的 很多都是貪污掉的 所以經濟上的穩定代表這個歐盟叫做good governance 好的治理 為什麼 因為你的錢人民納稅給你是要你來幫助這個國家穩定 最主要一個國家的目的是要保護人民的生活 可是其實更重要的是要保護法的穩定性 法律的穩定性 所以法律不能亂來 所以這個五個criterium在歐盟認為呢 是叫做universal value 就是普世價值 但是我們要問就是說 這個普世價值對台灣怎麼樣 台灣有沒有這種普世價值 我們去問一下 這個1月16號這個大選成功了 那政權已經轉移了 那有一次我就想說 那台灣會不會走向一個轉型的真正的轉型正義 那大家要問 因為我想有參加過太陽花學院的請舉手一下 對不對 1 2 3 包括陳老師 4 4個沒關係 不參加也並不代表你們沒有轉型正義 那太陽花的學院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年輕一代他覺醒了 他覺醒 覺醒什麼 他認為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 那這個也是普世價值很重要的 就是說年輕人你雖然沒有投票錢 可是你大學畢業 你一進大學就開始有投票錢了 所以年輕人的覺醒 他覺醒什麼 他感覺到我們年輕的一代 已經不能再被這些老頭子 再隨便左右來左右去 所以政權轉移並不會帶來真正的轉型正義 我可以跟你保證 因為以前阿扁選上的時候 我們很多人也是很高興 可是過了幾年呢 因為他忙著貪污 就沒有把這些轉型正義該有的給台灣人民 那轉型正義裡面包括什麼呢 包括什麼 我們正義這個很抽象嘛 正義好像正義有沒有存在跟上帝有沒有存在 有時候你也打不出來對不對 但是對不起轉型正義 這個後面包含了其實真正的核心內容 就是普世價值 所以在德國的基本法第一條 德國的基本法裡面 人性尊嚴不得侵犯 不可搶奪 這個就是一個國家最核心的基本價值 所以憲政國家所謂的 憲政國家或是 constitution country或是 constitutional state 以憲法為基本價值的一個國家呢 在德國選擇什麼 human right human dignity 那這個是很震撼的 為什麼 因為不把人性的尊嚴 抬到基本價值的最高點 那這個憲法就有缺陷了 因為憲法不是在保障執政者的權利 憲法不是像大陸一樣 幫共產黨來把它的執政黨合法化的 憲法最終極的目的 憲法最高的善 是要保障人性尊嚴的 這一點是在全世界 我們有一個德國教授在這邊 他可以證明就是說 德國真正做到了 human dignity is inviolable 這個是在全世界上是很震撼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這些選敗的那個國民黨 他也說我也有普世價值 他說什麼呢 We ar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i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那of the people代表什麼 他是第二條 所有國家的權力屬於全體人民 這是憲法的第二條 of the people是什麼 ruer by the people ruer by the people 人民來統治耶 所以你現在看到總統 立法委員 這些都是這個 because ruer by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authorize you to govern 人民 主權在人民 人民授權給你來統治而已耶 他是一個 他授權給你的 所以德國的基本法他說 Alle Gewalt get from the folk house All the power comes from the people 就是他二十條之後 他談說德國的行政立法司法 包括媒體所有國家的權力 是來自於人民的授權 那這裡有兩個普世價值的核心 第一個人性重點最高 第二個國家所有權力都是來自人民 第三個所有行政立法司法 都是為了要保障人們基本權來存在的 這樣一個設計才讓普世價值真正成為憲法國家 這個是大家在讀憲法的時候沒有人讀到 可是在德國實現了 在德國實現了 所以這個是對於整個憲法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憲法不是執政的統治的一個保證書 不是 而且憲法在學理上叫做social contract 你們有讀過耶安洛克跟盧梭或是孟德斯鳩 三前婚禮或是社會契約論 憲法是一個真正人民跟政府的一個社會契約 是人民跟人民簽的一個社會契約 所以這個社會契約論裡面 這個契約裡面的最高的終極價值是什麼 國家的存在是要保護人民的利益 國家的存在是要讓法 他德文叫rexiehei 法的安定性 法的穩定性 所以法是不能亂來的 我們記得去年有一個蘇永清大法官去干涉美和市 結果這個司法的審判評審委員就做出一個結論 他說因為大法官不是法官 所以不受法官法所牽制 結果我們台大我一個德文班的學生就從電腦裡面找到法官法第二條 本法官法所談到的法官包括大法官 所以台灣已經從這個法的已經錯亂掉了 連大法官法官司法體系都沒有普世價值 他的頭腦裡面沒有人民的安全 而且沒有法的安定性 沒有法的穩定性 所以這裡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我們台灣是整個在轉型正義之後面臨的一個非常大的就是什麼 司法的無知 立法的黑箱 行政的怠惰 你看到的這幾千年就這樣過了 日本倒退20年其實台灣停止20年 台灣的薪水停止20年 台灣的教育也停止了 所以我們在轉型正義之後馬上要建立的 從整個教育體制要建立的是什麼 其實是人民的普世價值 人民對人權的信念 人民對法治 對司法的獨立 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一種信念 應該要落實在整個立法體系裡面 剛剛我講的就是說所有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 所以人民主體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人民的主體是憲法的第一個定義 所以其實國民黨的人不是真正的孫中山的信徒 假如你從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裡面 你絕對會贊成德國人來講的話 所有的權力是來自於人民的授權 因為主權屬於人民 所以德國在做憲法的時候 他回歸到這個1789年這個華國大革命的這個 所謂的pouvoir constituent origina 就是說原始的自憲主權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the people 這個是1789年有一個法國神父提出來了 就是說以後呢這個法西這個France 以後France不是分成三個等級 貴族 真女還有人民 對不起以後只有一個叫做people 所以真正我們真正的憲法的老祖宗是法國人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其實是德國 把for the people 所有 就是第一個of the people 就是所有的權力來自於人民授權 他把它翻譯成 so all the state power comes from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是 rule by the people through the law for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其實就是什麼 德國的所謂的social state 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德國在基本方面說 we are democratic and social state 我們是一個民主及社會福利的國家 所以人家很從憲法裡面的一個基本價值倒下來 德國到現在 1949年到現在 人家德國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福利國家 那你假如真正相信三民主義的話 第三個for the people 所有國家的稅收 國家的資源 國家的這些得到的東西應該回歸人民 所以在三民主義裡面 其實就有社會主義色彩在裡面 但是這些人忙著貪污 這些國民黨人忙著貪污 他忘記了孫中山的頭腦裡面 是要讓人民所有的社會的資源 要回歸人民的 所以這些人都不是真正孫中山的信徒 所以在台灣未來的憲法的改革裡面 你可以一兩造第一個 台灣假如要真正達到所謂的轉型正義 第一個一定要修憲 因為1912年成立的這個中華民國呢 他在1920年弄了一個憲法 到現在呢 我們現在每天讀的憲法 中華民國首都市在南京 中華民國的人民包括大陸的人民 中華民國的土地包括大陸的土地 憲法是理性的實現 可是你的憲法已經荒謬了 一個小小台灣竟然說我們的人民 包括大陸的人民 包括其他12億的人 我們的土地包括別人的土地 我們的首都放在別人的南京 這個叫做荒謬 這個叫做ridiculous 荒謬 但是為什麼這些國民黨民進黨執政那麼多年 為什麼 因為大家太忙了 忙著貪污 而且不會去想到人民根本的問題 憲法改革是台灣是刻不繁榮 你們將來追待這些老頭子 這些英文姊 他不想改 你們來改 但是這個是荒謬到極點 所以每一個人這些執政的立法的司法的 每一個人都精神湊爛每天在發瘋 每天都要發瘋 每天都要發瘋 所以轉型正義的第一個就是其實是憲法改革 然後再來有幾件事非常重要 台灣的立法院必須遵照憲法的一個托付 台灣的立法院應該去建立一個所謂的transparency act 透明法 因為過去這幾十年他們這些人太忙於貪污了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些以前的黑箱全部挖出來 所以你要走這個所謂的人民 德文叫informationfreiheit 知信自由 那知信自由導向什麼 知信透明 尤其是物聯網的時代 你要去把政府的一些東西施政安全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透明的法案 這是非常簡單的 但是對不起 我很怕親的政府又很忙 忙什麼 忙於貪污 又不把這些屬於人民的正義 不把它回歸給人民 然後第三個就是所謂的教育改革 我們的教育要走向一個以民為主的教育 我們的教育要讓下一代的人能夠得到最好的資源 所謂社會福利 就是真正走向三民主義的for the people 然後還有一連串的改革 包括政黨法的改革 比如說黨派為什麼不能有財產 那我告訴你 因為黨派的精神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精神 每一個黨派都是要建立人民的意見 人民的意志 讓人民的意志能夠浮上檯面 那才是真正的黨 所以一個黨忙著賺錢忙著貪污 他不可能把人民的意志表現出來 所以現在是這個時候 我們還有很多所謂的未來的轉型正義的改革 那我會在這個時間繼續跟各位來分享 未來台灣如何走向真正的轉型正義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時間再請這個德國的教授 來分享他對我們這個堂課的這個 好 謝謝 大家好 可能我們可以從一個很小很小的地方開始 請問什麼叫做智慧誠實 有沒有概念啊 或許什麼叫做智慧誠實 很明顯它這幾個要素出來了 我如果在城市裡面需要一個服務啊 你有看醫生你要什麼的 那我就可以用一張卡龍就可以什麼都包辦啊 那假如我們把它看抽象一點 好像我就是可以用自信科技啊 來處理城市啊 來治理這個城市啊 我就想 對 如果我問你們 我給你保證 每一個寫下來 什麼叫做智慧誠實啊 你們絕對九成以上 會寫認識的答案啊 給你們打賭啊 所以我心裡就想 啊 智慧真是可憐 以前智慧還當作一個神 為什麼啊 那不是因為什麼資訊科技啊 所以我們的腦袋要有智慧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個智慧城市啊 剛剛連博士有提到什麼 轉型爭議啊 轉型爭議啊 我們都已經習慣了好像很花錢啊 二二八受難的人要補償啊 白身恐怖啊 那也要補償啊 德國很多年前啊 他為了轉型爭議啊 他做了一個 其實非常廉價的一個東西啊 最近俄國人在學啊 他做什麼 每一個房子 如果他曾經有住一個被送去集中營的一個人 他在他的門口 在人行道 砍入一塊石頭 上面就寫什麼人 什麼時候出生 什麼時候被送去集中營 大概什麼時候被殺掉 俄國人最近做什麼啊 他就做門牌 他在每一個斯達林曾經所屠殺的一個人 他最後所居住的一個房子啊 看他可不可以弄一個門牌 說在這邊本來住誰 他送去哪裡啊 那他什麼時候被幹掉 你在台灣你要不要做這樣的事情啊 一個門牌花多少錢啊 你就會發現啊 我們要做這樣的事情啊 它不是錢的問題 很便宜啊 但是現在住在這個房子的人 你會說 對不起 我們都已經改建了啊 那個是以前的房子 不要弄在這邊啊 會矮是絕 因為他不想被提醒啊 這邊本來有一個人被謀殺過啊 多難過啊 那對房地產不好啊 那要不然他會跟你說 對不起啊 我爺爺或者我爸爸 他是合法沒收房子 而分到這個房子啊 因為以前沒收三分之一的財產 沒收的人可以自己存下去啊 所以現在還有一些人 他原來從白色恐怖說沒收的財產啊 他還在享用啊 他要不然在他的房子說 本來是我爸爸沒收誰的 然後他在哪裡 你會發現啊 轉型正義啊 只要你這樣去做 你的要求不多 你只要記得本來這邊有誰 有人要跟你說 這個太花錢了 對不起 那不花錢 那是花腦袋 以及你要先說服這些人說 那我可不可以在你的門口掛這個牌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啊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啊 我們的轉型正義的真正的困擾 不是錢 而是我們有一部分的事情不想面對 就像現在目前摩斯科一樣 摩斯科很多的房東就說 對不起啊 我可不可以不要掛這個牌 我不想被提醒這些事情 所以你們有一些事情不容易知道 我小時候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還在看童話故事啊 看童話故事覺得好快樂啊 那然後又一個老阿姆 老阿佛他就有時候照顧我們啊 我說欸 你有沒有想過啊 那個 你當公主啊 公主來娶你啊 他說 我討厭公子啊 我討厭王子啊 哦 為什麼啊 我看過他們不好玩 哦 那為什麼啊 那我以前看過皇帝啊 他來做Stuttgart 然後人家擺著一個紅色地毯啊 然後坐他自己的火車下來什麼的 我討厭他 你為什麼要討厭皇帝啊 你又不認識啊 因為他屬於我的未婚夫啊 在法國被幹掉 因為他要被徵兵 然後去送死啊 所以昨天就是這個一個黑暗的一個紀念日啊 嗯 那當地三百天的屠殺 雙方為了要讓對方消耗資源啊 所以把人不當人看啊 如果你在那邊挖土地啊 你會發現一直到現在這個土壤裡面啊 骨頭比土地多啊 這類的東西啊 我很幸運啊 我的長輩願意跟我講 但是如果你們自己去看看啊 你們的家裡面啊 誰跟你們講啊 以前爺爺怎麼過的啊 以前爸爸他年輕之後是怎麼過的啊 他那時候的委屈是什麼 來自哪裡啊 他是參與者 還是他是被害者 還是他是兩者監視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 智慧成事 我們可不可以先回到原點 我們去考慮 智慧到底是什麼 智慧不是人 不是不是什麼 這個有智慧嗎 沒有啊 如果我按他恐怕還會停 智慧嗎 他有辨識出來 我是亂按的 還是我是有意把他關掉嗎 那個不是智慧 你們被欺騙啊 你看現在德國來了 一年內來了 但是多少難民沒有人知道 但是差不多一百萬個 一百萬個難民 如果你要把他們融入一個德國的社會啊 人家說 那他最好 以分散性的方式居住在都會區 假如你今天在台北啊 要一年內忽然容納二十萬個人 然後他們不要集中住在一個運動 在一個體育場 他們也不要集中住在YMCA或者在哪裡啊 請問他要住哪裡啊 這個不是資訊科技可以幫你解決的事情 這個你要用你的原製原裝的腦袋來思考 那個時候你只會發現第一個妨礙你的是什麼 第一個妨礙你的是什麼 第一個妨礙你的是什麼 有什麼妨礙呢 德國目前的妨礙在哪裡啊 他要買貨櫃屋啊 全歐洲都被賣光了啊 你說德國要買貨櫃屋啊 那他可以臨時居住在哪裡啊 買不到 供不應求 那如果你今天說他住貨櫃屋啊 最後也不要超過兩三年啊 那我在城市裡面需要住宅 請問你如果今天去思考 我在台北要有一個難民住得起的房屋啊 哪來的 秀住你 他就在哈利伯特啊 怎麼弄 一案子不是資訊科技可以幫你解決啊 反而你必須重新去看一下你的建築法規啊 我在哪裡哪裡本來有一個三層樓的房子啊 那我可不可以在旁邊弄一些鐵柱 然後他在上面再做一個木造的兩層的一個公寓啊 所以 因為他有鐵柱啊 所以他那一陣都OK啊 會不會破壞原來的房子的建築結構啊 不會啊 會不會在那超災也不會啊 可不可以很快就打起來 可以啊 一個月內就把它弄解決了啊 他該有的是 基本上是不是都有啊 鐵柱啊瓦是什麼的啊 可以弄啊 費用多少 對於預算對國家預算來講啊 OK還可以啊 所以那個時候會妨礙你的不是國家預算啊 但是那原來的屋主會不會喜歡啊 蛤 王建築本來高級住宅區啊 這個 矮是絕啊 這個 建築法規不容啊 我要加蓋你拆 你現在為了一個難民你要幫我加兩層 很多很多的這個時候你要擺平的問題啊 是人的腦袋 以及他的現成的利益啊 所以 我們如果要討論著智慧城市啊 我剛剛跟你們說 我們可以給你們的很少 我們唯一可以給你們的 偶爾是讓你發覺 第一 什麼叫做一個概念結構 你原來的既定的概念哪裡走位了啊 所以 你如果 退一步啊 然後重新去思考 你從什麼樣的一個概念出發來思考一個問題啊 你可能在哪裡有漏洞 你哪裡有盲點 這個我們或許做得到 但是它依賴在哪裡啊 如果你在 那就做不到 如果我們這邊談到你這樣 最後睡著了啊 那好 我要啟發你啊 那你會發現 整個學期最忙的 就是今天這一堂課啊 那最後如果你沒有出席啊 你沒有去關心這些議題啊 一樣做不到 如果 我們 我們試著的這門課啊 做一件 一般台灣的 尤其是大學部的課啊 絕對不會做的啊 我們試著 讓女人發問題啊 你們是台灣的學生子 因為你們特可憐的啊 為什麼特可憐啊 因為你們好像從小在小學 老師還會跟你說 欸有沒有問題啊 然後他很開心有人舉手 老師我有問題啊 好 你問問看啊 那請問你們在高中 還有這樣的課嗎 你要背什麼的都來不及啊 還要問問題啊 搗蛋鬼啊 你現在在大學 有幾個老師會跟你說 對不起啊 我先跟你講個大概 然後你們去問問 我們去繼續深入啊 對不起 我的班太大了啊 我做不到 雖然我們的班 比一班的老師的那個班還要大 我們就盡量想克服啊 然後你自己問問題啊 因為你唯一能夠發現 你的盲點在哪裡 就是你自己 因為你自己有一個疑問說 欸奇怪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 然後他會另外講呢 這個戚風裡面啊 你就或許可以發現啊 你的腦袋哪裡想的不夠 或者他還可以怎麼想 這個是這門課裡面 我個人認為 最寶貴的一個機會 這個你們一定要掌握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突起不一樣 為什麼這個人要這樣講啊 好 你繼續思考 因為他很可能會讓你重新發現 你自己在哪裡啊 想的不夠 所以如果你們有問題啊 請盡量問 不要怕人太多啊 老師會不會不耐煩什麼的啊 除非你有問題啊 你要怎麼進步啊 我們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啊 他的存在是依賴什麼 因為我們假裝沒有問題 所以他小問題可以變成大問題啊 我記得我 我永遠做一些別人覺得不要做的事情啊 然後我勇敢承認 對 我就是做這些事情 我在德國本來念地理跟漢學啊 來台灣改念法律啊 念法律啊 法學士啊 我就變叛徒啊 我就念殘民主義研究所啊 因為我要看大陸的法律啊 那時候一直到現在你在法學院啊 你要看大陸的法律啊 是很有困難 因為大陸不是綠的啊 所以他不喜歡啊 對不起啊 或許你是我的誤解啊 不要當參考啊 那無論如何 就是因為我學過大陸的法律啊 所以現在反而有人 一下子出五年的薪資 把我拼到德國去啊 那我有沒有把台灣給耗掉 沒有 我還是在台灣有一個教職啊 所以我定期一定會回來 那 那 如果你問我這樣做會不會太累啊 你飛到一定的程度啊 你會發現啊 沒有時差 因為你的時間跟外面的時間是脫節的啊 所以沒有關係啊 反正累了就打個頓啊 那你清醒你管他起來幾點啊 你就起來做事啊 誰妨礙你啊 你會有另外一種獨立性出現啊 可是 我們在這門課裡面啊 如果 這個東西不只是花俏 你看到 哦 什麼什麼大使長什麼樣子啊 那誰誰誰他的英文聽起來好爛啊 那誰誰誰 笑話講得很好啊 如果你過了十年想這門課 你留下來的就是這一些啊 那對不起啊 上課失敗 如果你過了十年 你還是知道 我如果這樣思考啊 我可以試試看啊 萬一我碰到一個 我沒有考慮過的東西啊 那我要第一個不要說你笨 我第一個可能要去考慮說 我哪裡有漏掉什麼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 他如果碰到這樣的局面啊 他第一個反應啊 你今天講一個我沒有考慮過的事情啊 那表示你笨 九成是一個非常非常直接的反應啊 哦 你不懂 而且你們爬得越高 又是台大招牌的 你們這種毛病會絕對增加 哇 台大是高財生 他一定知道 今天有人講跟你不一樣的啊 那是不是他不懂 這個就變成知識分子的傲慢 我拜託你們啊 不要往這個路走 如果你碰到你一個沒有想過的東西啊 你可不可以先停下來 然後考慮啊 他的到底在哪裡啊 然後再去思考說 那是我想的不夠 還是是我從根本 我的基礎條件 根本去思考過這些東西啊 所以他不可能出現 所以是我的一個漏洞 還是我的基礎不足 還是到底問題在哪裡啊 你們要對自己保持一個批判的一個心態 這樣的話 你們永遠不會老 在科學 在知識 最寶貴的 就是你不管走到哪裡 你永遠發現問題啊 但是你們不容易啊 因為人家很有系統的 讓你們覺得沒有問題啊 聯考只有單一答案啊 不然的話聯考怎麼考 所以設計是沒有問題的啊 然後你因為沒有問題 所以你被獎勵啊 現在老師跟你說 這個就是標準答案 你學 然後我期末考要考 所以你就是高財生啊 所以你還是沒有學會什麼是問題啊 那是你們的詛咒 你們要突破 我們給你們一個小小的機會 在這個課堂上啊 你們能不能掌握 就看你們啊 為什麼能不能收啊 請問 如果你的選擇是 我盡可能收 或者 我堅持不救 不只是一個堅持不救 而是 一百萬個啊 你的門口 希望有歸多少的十股啊 對啊 這好問題 你有選擇嗎 對 如果你不要去西里亞打戰 他から 你要怎麼樣 我恢復 聽到 但是俄羅斯裡面 那我不管你啊 在某家門口熱死啊 到了東天零下十五度啊 那沒關係 你懂死了 那是你的問題啊 你跟我關啊 然後人家跟你擺出聯合國宣傳說 難民有收容的權利 那不是你的恩典收這些人啊 你收這些人是你的義務 台灣從來沒有思考過啊 對 誰跑去台灣啊 大陸人啊 那你叫不要來啊 那日人跑來台灣嗎 輔導後可能我們會有一點點很害怕 但是日本夠大了 不用跑來台灣啊 菲律賓嗎 他只能跑去美國啊 那越南嗎 太遠了 你很有福氣啊 因為人家不可能跑掉你的家園 我回答好了 他的回答問題是最好的 因為把一個國家變成很美的一個國家 其實那個惡因就會到了 我們要也不能太壞 太壞也不好 但是我們要介乎看起來不好 但是實際上很好 這就是我們的應該要做的哲學 那像這個歐洲國家就面臨這些問題 做得好 其實很多人就會往那邊跑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Dilemma的問題就是 他面臨顯著就更多的屍體在東天 那會變成不能道 另外一個就是人道 他只好這樣做 這個他 我們是 這個 Dioga提出的想法 這沒有人提到的想法 所以 還是這個 原本這個 Angela Merkel 他是不願意的 但是後來為什麼願意 這沒有辦法 因為時間的問題 時間逼著你要這樣子 所以德國人呢 不是真的很人道 他是被動的 被要求很人道 所以他也只好很人道 所以這樣就是對的 一半一半 對 一半一半 我們也不希望台灣變成世界的一個最好的地方 那台灣一定會垮掉 因為台灣要變成世界上看起來很不好的地方 但是實際上很好的地方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這個要會演戲 好 這個 其實我們的課程裡頭會教你不是智慧程式 還是要教你智慧的人啊